今天来关心高雄一家米糕名店一早传出货梯夹死人意外 跟店家长期配合的猪肉供货商趁开店起来送货 疑似供货商当时想要把食材摆整齐或是其他的原因探头进去查看 结果被货梯们夹住了颈部发生憾事 清晨五点多天还没全亮 死者骑机车带来食材提进店里 已经送货好几回的工作这次发生意外 米糕店拉起封锁线送货却混沌货梯 员工一边协助厘清一边掉泪 大家错愕不敢相信怎么会这样 夺命的就是店里这送餐用的货梯 员工说48岁死者是长期配合的供货商 开店前就会送来食材 这次颈部却被货梯门夹住 直到老板娘从市场回来发现 想就已经来不及 因为彼此很熟放心让死者自己开门进来 也因此意外当下只有死者在 只是照理说食材从一楼放进梯内 会自动送往二楼 死者却被发现成是二楼 是运送途中出了什么问题 才会上楼探头进去查看 或是求好心切想把东西摆整齐 有关一条人命怎样也要查清楚 记者庄纪委高雄报导 我应该是有关一条人命运送到小学前 我应该去查看 ży放再来 那我们应该是给你